好,這邊我們講一下第二個 你可以看一下在我們這裡 我把它縮小一點,來 好,那麼你看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網面內容放大縮小 這是平常大家就可以用的 你情況不要客氣 這個不是Google的特殊功能 我們的IE也有 我們IE從應該是7以後就有 那Google還有我們是人家伸出來就有 所以你可以配了control鍵 加上數字鍵盤的加跟減 有沒有,我們數字鍵盤就有加跟減 那你就可以把網頁做放大跟縮小 原則在網頁上就放大比較多 你情況不要用,很多網頁現在不是都有大中小嗎 你只會越來越生氣越小 因為他們常常放大了 因為會的網頁好看 所以他們常常放大這個局部 某個輪子放大或者是圖放大一點點 可能不見得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這種方式的話比較適合 其實你也可以搭配穩輪 control按的搭配穩輪 往前會放大,往後會縮起來 這個都可以搭配我們的IE 或者是我們的Google瀏覽器 或我們都可以試看看 這個是最單純的 就是我們透過內建功能就可以直接做的 那我怎麼知道 有沒有放大或者放大的比例多大 各位平常如果我們在放大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有些人會發現 基管 放大之後 好像是變得比較模糊 你其實要先換一點喔 其實算得對 好我做給你看齁 我們找字的 來 你注意看一下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上面有顯示比例 有對不對 那你如果在這個顯示比例這邊啊 比較好的解析度應該是可以 除以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 現在175是OK 也就是100或125啦 150 這樣會比較好 那有些時候你在 尤其你用普通放大的時候 它的比例可能就不是這麼整齒的 比如說110 133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的字會變得怎樣 比較模糊 我現在是沒有啦齁 在這邊 因為我現在用這個放大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看到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我的網址有沒有放大 你就是看這個地方 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加號 哇 放它多來 有看到了吧 所以當你有網頁這個網頁有放大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放大鏡在那裡 放大鏡在那裡 就是要看我放大 那當然你也可以回覆到原來的 就直接按下面這個 好按下面 它就可以回覆到原來的什麼 原來的網頁的縮放比例 從這邊 而且那一個會消失 有沒有發現這就不見了 對不對 這個是第一個 選究題你要會的 因為部落這個很好用 應該不是部落 油管器後來都有啦 都有這樣的功能 那這個對我們眼睛拔目有幫助 第二個 大家要會的是在這裡 無痕四次刷 我沒有想要幫他實驗做網上 好 有些時候確實需要很無痕 因為你在 比如說你去公共電腦 或者是跟別人借電腦 萬一你要打個帳號 比如說不國人行 或者有人用Facebook對不對 你撈個東西 其他對朋友不盡嗎 不是嗎 因為他很困難 每次都會按一下就跳出來 好 那有人用過了 所以如果說你在公共電腦 或者是一般的這個 你不想要留下 就是你的所謂的查詢 記錄登錄資訊的 你可以試看看所謂的 無痕四次刷 那這個很抱歉 也不是Google特名 因為 AE也有 火屋也有 只是 平常大家沒有特別的注意而已 AE的 他沒有換意 他叫Inprivate瀏覽 你也可以找看看 火屋 他叫做 隱私視窗 那名字不同 你都可以找一下 那哪裡會不一樣呢 先試看看 你看一下我的這個 左上角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偵探在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跟你平常看到Google不一樣 Google平常都不一樣 也就是說 當你進到這個模式的時候 他不會幫你 記錄你曾經打過的那些資料 或查詢的網頁的網址 這樣會的齁 所以 不該留很機的 應該 就不要留在那邊 但是不要做壞事喔 好不好 好 給你看一下 因為他事實上是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方便就不做最終 不做最終 OK 好 這個你會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個 平常大家一定要會的 接 拋棄式信箱 你都帶用拋棄式的眼鏡 信箱不會拋棄 大家有看過 必須它是投入 期間搞自動消費 你的信箱 你常常需要這樣 因為 現在網路上沒有很多服務 你常常要註冊你的信箱 那 萬一那個服務你只是臨時需要 或者那個也不常用 不得已要去的 對不對 那 請問你要不要拿你功夫的或者私人的 就進去了 你如果常常是這樣做的人 收到熱視的有些比較快疊人 因為你常常感覺 你沒有吃複包在外面 自然收到熱視性的機會相對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工作的關鍵字 我是比較常用十分鐘的 你也可以 有些網站也可以指定 我比如說我花兩個月三個月 就時間到了自動撒毀 好所以 我們問一下有沒有查過這種關鍵字 雅虎不是 雅虎拍攝的不是說 什麼都有什麼都賣嗎 付貨也是吧 什麼都有什麼都 做什麼都在做啊 這樣子也有 我們先用這個關鍵字來查看看 來我們到付貨裡面 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進那個所謂的 無痕式市場 一進入 他不會顯示手頁給你 他只會給你這個說明 告訴你說怎麼樣 我現在 用的叫做無痕模式 有沒有 好 所以呢 他不會幫你記錄一些東西 他把你做一個說明 有興趣你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好 所以我現在呢 直接用Google的 好 OK 我們用拋棄式信箱 好 這邊呢各位都可以找到 有沒有很多 真的蠻多的 只是比較常用這一個而已 找不見的話 因為出冊就 那邊會收到信就好 現在很多出冊網 不是要按一下啟用嗎 對不對 要做一個啟用的動作 那你如果做你的帳號 就不能用 那我們就告訴他 我有收到就好 點進去 這個有中文 然後他現在有這個中文的畫面 所以你一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有沒有給你一組 給你一個信箱的 有沒有 在這裡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這個網頁就不要關掉 因為我用十分鐘的了 所以這個網頁你不要關掉 他有收到信件的時候 會在下面 會在這邊 就會list的出來 好像我們在用什麼 Web介面的那個email一樣 這樣下去吧 那所以如果你收到信的時候 他的標題就會出現在這邊 一封兩封 你就把它點進去 該回信 該點的 就把它點一下就好 這樣就完成註冊動作了嘛 剩下的就 就 你自己決定啊 好 所以應該大致上來講 這個應該多數會收到 除非有少數 有可能要擋掉 不然大數 多數應該會收到 當然收到信件的快慢 可能就要看 各位就是說 你註冊的那個 網站 他發信的速度 還有就是整個網路的連線的速度 而定 所以也許有些 我有試過 就是有些網站 可能你註冊的時候 你收到他給你的那個註冊器 也許大概兩三分鐘 甚至五六分鐘之久都有 萬一 你超過快十分鐘還沒有 你可以在這裡 你看上面這裡 神啊 都沒有十分鐘 哇 哈哈 因為你要有心流 哈哈哈哈 你就反正這個信箱 就多延續一下 當然你如果 這樣不行 就是申請那個 時間比較長的嘛 那我大部分都會 比較短一點點 因為臨時信的而已 這樣你就不會 拿自己的信箱開玩笑 OK 所以我們剛剛把這個 選修的部分 跟各位 做個說明 請問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以喔 好